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由开人法师在他的《红艳于飞》这本书里面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成长还是压力 网络上曾经流行一个鸡蛋的词语 说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 从内打破是生命 这两种情况有两个很好的形容词 从外打破是压力 从内打破是成长 学习任何东西 如果是自己相应的修道方法 会非常用心的去体会 会用心的按师长的教导去实践 自然会认为师长给我们的是一种成长 希望通过师长的指导 更多的挖掘出自身内在的潜力 相反的 如果认为师长执事的教育不相应 就会成为压力 所以就有很多抵触 有很多意见 一个人想要成长 从内心里面认可这种知识 这种教导的话 就不会把它想象为压力 你会把它视为成长的 善缘 助缘 因此 学习的心态很关键 倘若信念不懂得转向 不懂得如理思维 成长还是压力 只有一念之差 就看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如果有理思维 就会成为一个成长的助缘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